队长 我们坚持不住了 快想办法呀 张 我们请你来 是要你出力的 不是让你春游的 这样下去 我们将无法庇佑你 那正好 我们就在此分别吧 不过前方危险 我劝你们 还是不要再前进了 不见了 什么 这到底是 不要前进了 就在这里扎营 我相信 这一定是上帝的化身 为我们带来启示 各位W社的会员们 我们长久以来的奴隶 终于到了最伟大的时刻 我们伟大的千铜圣君 传下启示 带到无尽的黑夜退去 黎明即将带着 破晓前的光 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千铜圣君的骑士 他归来之际 定与尔当信徒 共享天下 现在 恭迎圣君归位 灵气只能付诸我的意识 只有血食 才能唤醒我的肉身 这些就是你为我准备的血食吗 圣君 这些人是捕捉血食的奴仆 真正的血食 还需要您出手 将它们吸引过来 你很不错 我会施展为力 吸引那些血食过来 让我本体复苏的血食盛业 就交给你了 为圣君效劳 是我的荣幸 小心 小凡 你来了 刚刚飞过来的是什么东西 是魔徒 他们在向秘境中央聚集 我们先下去 千通魔君的意识提前苏醒了 如今 他正在召唤他的魔徒 怎么可是 怎么这些光源 都往那边去了 全身一讲 那边定有保护出事 今天终于能当我们发达了吗 挡个小心 那边有人 连仙天秀为都没有 我劝你们不要去那个方向 自豪口吃 宝物现世 我们也要分一杯肝 你们休想阻止我们 走 看来 慕容云海吸引这些秘境修士 前往那里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所有看到异想的修士 都会向那里汇集 可是那千通魔君 似乎是上一时代的大门 为何会和慕容云海 勾结到一起 我们破坏了千通魔君的复苏计划 而慕容云海 似乎有办法 助千通魔君提前复苏 但我十分肯定 慕容云海 绝不是真心想要帮助千通魔君 他一定也在算计着什么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直接去阻止慕容云海吗 千通魔君的寂灭凶光 诡异精诀 直接与他对上 对我们太不利了 我们对千通魔君的了解太少了 千通魔君在这里自我封印了几千年 看来关于千通魔君的信息 我们就要在这方世界中寻找了 首先要找到明佑和初心 看看他们是否掌握了什么线索 我来问你加持 找到了 错错错 全都不对 君除入侵者 是可杀不可输 死眼珠子 有本事你就灭了老娘 老娘都做鬼了 还被关在这里写公众试卷 对不起 我又没达到麻烦 邪恶神识已经苏醒 唯有智慧才能复苏本座的神识 已经考过数学 地理 化学 物理 你们的知识未能达到 本座复苏的要求 现在是我根据你们的记忆 提取出的生物试卷 请作答 不能顺着他 那座石像从最开始领我们三丈 书记已经领我们不满一丈 那大眼珠子的耐心 恐怕快耗尽了 也许下一次的恢复 我们就躲不掉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清洛仍未能联系上师父 我们不是那石像的对手 超时未作答 本次仍未激活本座神识 判定二位为弱智 欲已清除 如牵者 清除 杀组 糟了 小心 我恐怕 只有这一击之力了 亲者 清除 修伤小主 清洛 非人形智慧生物 可以越过道德约束 直接吞噬 说不定 能支撑我重新燃起魂火 恢复完全神智 对啊 青鹿是传说中 无所不知的狐卒 可以让他打提 一定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不要 我可以进来 师父 主人